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蔡里长在进行之前 下一位是连慧如 应该是刘小姐请准备 的局长 各位长官大家好 因为我的领长也有打勾 我可不可以容许 她的许名字 可不可以让我补充一下 因为广池跟局长报告 广池跟平宅 现在统统在大里 我们也跟各位报告 刚才局长说 好像要做公营住宅 大家都不高兴 我希望 那个局长要有那个信心 广池这边的 他只是意见表达 他不是不高兴 我跟局长也可能不知道 五十年前这块地 台北市政府是征收我们乡亲的地 去盖那个广池养老院 大家乡亲有些种地瓜 一瓶三百块给他征收过去 地瓜要采收了也不敢进去里面 这样的意思 我们也很乐意跟人家 市政府在推动老人住宅 我们也乐意推动 可是现在要规划的时候 通通没有尊重在地里 只有今天下午 刘科长来也要谢谢刘科长 对不对 这一点我要跟局长报告 你要有信心 我们不高兴 我们跟他相处五十年了 怎么会不高兴 我们跟他相处五十年 表示福德广池这边是很善良的 第二点 那个平宅 我也相信说二十年后 局长各位长官你们再回来看 你们今天的保证 要对人起二十年后 你再来看 这是一点 因为社会局要在这边 我在里面 当里长的时候 人有些死掉在里面 社会局都不知道 局长你知道吗 对不对 现在最大危机 不是老百姓不高兴 不是老百姓污名化 哦 这样最大危机 是人家对市政府没信心 对 是不是 对 你现在看看捷印说 一百零六人要来 拖到现在 一百零六还在炒 R03 R04 要不要开 这个是最大的危机啊 这个不是 你们不要把老百姓污名化 对不对 像我也是住在那个 林森北路阿扁拆的 违藏建筑 我觉得很有歌调啊 我不拖不抢啊 违藏建筑也可以当里长啊 对不对 这是给你报告 第二个 你很多的美意 从那个 BOT开发案 事务解约 他官司还在进行 这一点市政府 官司还在进行 他守不守法 他就要推出 这是一点 在法律上里面站得住脚吗 第二点 就是说 那个 里面有没有写 柯文的 柯市长是 我是 那个 刚才我讲话 有没有听到 我领长的那个 许明志我帮他讲一下 你都总是让在地里讲一下 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 李登 柯文哲是医生 很厉害的医生 可是经济学有毒 李登卫十代 他要盖一瓶六万块的 他说我做得到 大家吓掉 六万块去哪边找 原来找上了台坦 我们也 我们也欢迎 区公所来这边 信息公园 大家都认为是好事 那为什么 市政府 起早你会想到一句话 你把信息公园帮来这边 你信息公园 你也不要瞧不起 你租不及的人 在医医区区公所那边 也盖一个供应住宅 2800户 大家一人一半 大家做好不好 好 对不对 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 你经济学上来讲 应该找 我们不是 我们也是从做违章建筑来 对不对 只要为社区有贡献 那你可以找那个地平 高价值的 刚才进了感动 就是说 的确有最大心愿要这样子 我也希望局长就是 局长抱着你说 你的确是用最高的角度做最好 最难做的 你也听听当地的意见 这是一个 所以你如果很好的美意 我相信 2800户各位乘以2.5 七八千的把他把他占满了 那些人占得住吗 对不对 我意思是说 我们陪伴的广直养老业 陪伴的福的品载 里面光 往里不当 要设长杖 老人 我也是长杖 还有长照 我们都欢迎了 他别是哪个设计 这么善良的 如果明天报纸 说我们是歧视的话 我一定会抗你 我们一推办就死不死 你总不能说 这边 福德 福德 路上垃圾坑这边 所有文化炉都往那边塞 我只分的意思是说 谢谢局长 你是那个建筑师 我们也敬重 那我相信 我如果2800户的话 其他的美意 对不对 其他的美意就不用谈 谢谢大家 我希望大家团结起来 这个希望也事物多尊重 在地人的声音 这么善良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局长 谢谢